大家好 健哥聊足球 为大家见面 40强开打了嘛 咱们中国队7比0赢关岛 然后马上就就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 我看看啊 国家队将6月2号到迪拜参加这个第二阶段比赛 这个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都是一笔带过吧 这个不是特别重要 我的第一个视频也说了 40强出现问题不大 但是40强之后呢 在6月24号的13点 要举行12强的分组出现仪式 这个出现仪式将决定在9月份的时候 举行的12强赛的这个比赛相关的这个内容 12强赛之呢 我个人还是抱有 我认为也不算悲观吧 很客观的一个想法 12强赛冲关进入世界杯的可能性很小 当然了 这个作为一个中国球迷呢 当然希望这个中国队能够进入世界杯 但是希望归希望 希望归希望 但是现实呢 我觉得还是很清楚的 咱们远的且不说这个日本 韩国 伊朗 伊拉克 乌兹别克斯坦 就是这些强的强的队 咱们就说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40强里面的小组的叙利亚 我要没记错的话呢 叙利亚这个队里面至少有4到5名 在欧洲的顶级联赛 打主力的球员 尽管叙利亚是一个被战火折磨的这个小国 但是呢 可以比对一下我们国家队 现在只有一个屋雷在吸引A 打的还不是绝对阻力 当然了 7比0上关岛之后呢 这个驴铁教练在这个会上呢 重点提名表达了一下 对这个屋雷的支持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嘛 因为增加一下球员的信心 这个是好的 但是跑题了跑题了啊 这个还是说回来 就是与叙利亚相比 我们的球员配置上来讲 都不足 确实是不足 这里面的原因呢 我们就不在这个视频里面来阐述 我是在想 今天的主要的话题呢 就不了这些了 当然了 上个星期还发生了一些国际足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可以聊一聊 简单说一说 除了马进夺冠之外呢 这个冠军杯也打完了 冠军杯决赛呢 这个切尔西1比0 小胜曼城 这场比赛呢 看得很郁闷 很郁闷 完全是两个传控的打法 完全两个传控的打法呢 谁获胜 就是出错误的一方失败 能抓住对方错误的呢 打进了一个支撑球的 就胜利 反而往往就是说越是到这个大赛的决赛阶段 其实比赛并不是很好看 因为双方首先是要防止自己出错误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所有的这个重心 并不是在 并不是在进攻中 我相信这也是大赛的 这些有经验的 因为两个教练 一个图 图赫尔 一个是这个瓜迪奥拉 这都是全世界一线的教练 他们都非常清楚这个 在大赛中的决赛阶段 那就不是说看谁进攻华丽了 首先比的是防守的功力 所以这也是导致就是看球 实际上看决赛这些决赛 是让人感觉到很昏昏欲睡的一个决赛 周末的时候呢 我的孩子在这个俱乐部里面打了一场主场的比赛 孩子现在打的位置呢 已经从前场打到了后场 没有进球 但是整个队打平二比二打平还是非常精彩的 确实非常非常精彩 只不过是由于 拍摄角度的问题吧 比较小 也没法给大家放 等以后有机会吧 有机会再说 现在聊聊正题吧 今天讲的正题呢 实际上我想说的是这个 有一篇文章 登在这个新浪体育上 这个文章呢 不给大家念太多内容 只讲一讲重点的东西 而且就是说 因为这篇文章呢 实际上是 他是要带动一个很大的话题 我认为这篇文章可以作为整个这个话题的开篇 这个题目叫什么呢 叫做 清训的核心是教育 清训的核心是教育 重要的是说三遍 清训的核心是教育 这篇报道呢 他是访问的叫 德国的沃洛库森 中国区清训教练员 奥斯卡 他的这篇文章里面呢 重点讲了几个 几个东西 我给大家提一下 就是这个有从业三十多年教龄的这个 奥斯卡 这个德国的这个教练呢 他介绍 清训的意义 六个字 教育 成长 成功 我大概简单讲一下吧 他说这个 在中国 我常听到清训教练要求孩子们快点快点 但是这并不对 教练最需要的是耐心 就好比学习打字 第一次会很慢 但熟悉之后会越来越快 在这个过程中 首先要强调的是准确性 才 之后才是速度 清训的核心是教育 这从清训队和一线队执教区别就可以反映出来 对一线成年队来说 最重要的目标是在比赛中获得胜利 我们知道对手是谁 可以根据对手的情况来做针对性的 选择队伍的试炼内容 但是对青少年来说 最重要的是教育 我们的清训理念是教育成长成功 在每场球赛中关键在于球员学习了什么 在哪方面获得了成长 因此 评判清训教练的指标不应该是奖杯 为此呢 他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在刚刚结束的欧冠决赛中 代表切尔西攻破曼城球门的那个球员 这是一名什么球员呢 他就是在这个沃勒库森队的清训球员哈佛茨维利 他在各个梯队从来没有获得一个奖杯 但是他在这个决赛中攻破了曼城的球门 成为球队的夺冠功臣 所以说清训教育是一场马拉松 那么清训在中国足球来讲的话呢 他认为中国足球要讲解决问题 培养教练是关键 在中国三年经历的这个 让奥斯卡有了很深的理解 他就是认为清训水平的提高 关键在于教练 而这恰恰是中国足球非常薄弱的部分 他这个 以他的经历为例呢 他就是觉得 德国有8000万人口 一共超过2500家足球俱乐部 如果平均每家足球俱乐部 拥有8个梯队 这意味着不同年龄段的梯队超过2万只 事实上 乐伍库森就拥有15只青少年梯队 而中国大多数 每个学校只有一个校队 改变需要耐心 除了深化教练员的培养 和增加参与者的数量外 奥斯卡认为 将联赛和升降级的制度 引入到各级别T队比赛中 会有很好的效果 这能将天赋相近的青少年 球员聚拢在一起 达到共同成长的目的 这句话实际上 可以单独作为一个课题来讲 因为从我们国内的体校制 足球的状态被打破了之后 实际上这一点 我们现在做得非常的落后 就是说校园足球来讲的话 它无法达到这一点 就是将天赋相近的青少年 球员聚拢在一起 达到共同成长的目的 这一点如果是做不到的话 实际上来讲的话 对于青少年的培养来讲 在这个 会导致青少年成功率下降的非常多 足球是一项非常简单的体育运动 我们只需要一个场地 一个足球和一些朋友 下面是一些祝福的话 就是说这个德国的 有经验的教练员 他认为中国还是有一个很美好的明天的 下面可以介绍一下他设计的一些有趣的课程 在一次在北京望京体育公园的 教十几个小朋友传授足球技巧的时候 他在训练结束后问大家一个问题 足球场上谁跑得最快 小伙伴们的答案是五花八门 有奥巴佩 哈兰德 贝尔 塞罗等等 奥斯卡回答呢 微笑的回答 在足球场上 球跑的是最快 球永远比人快 因此 不同全球线路和进攻选择 能够产生不同的神奇效果 对此呢 他特别强调两个词 灵感和创造性 他认为在青少年的培养阶段 要尊重青少年的个性 培养他们发展自己的可能性 就是不要在青少年的培养中 加很多刻板的套路 因为足球场上是瞬息万变 需要让足球的创造性和自我思考能力 才能够在出发状况中有合理的判断 这一点来讲的话 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清迅的这些球员 和欧美的这些清迅的球员 比较起来差的非常多的地方 以我们瓦伦为例 疫情前呢 每年都有一些中国俱乐部的青少年和成年队 到这边来集训 利用比赛间隙来集训 我看了一些其中的比赛 前20分钟的时候呢 中国各级别的队伍 青年队还是成年队呢 其实和这边的队伍 基本上还是实力相当的 20分钟一过 对足球的理解能力来讲 差距就展现出来了 以前我当半职业球员的时候 我们是按照套路去练 怎么跑怎么套边 然后怎么传中 怎么强点 怎么站位 怎么防守 在这边呢 很简单 不是很复杂 没有传统的这些套路的艺术 当然我看了 主要还是青年队的比赛区多 进攻呢 身后 身后 无论是边的身后 还是中间的中路空当 直打身后 至于是中场组织 还是边路组织 还是后方直接 这个后腰组织 还是边后卫组织 并没有局 并没有局限 这样的话呢 对青少年的培养 对它的发展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 全面的发展 这一点呢 我觉得是非常 有非常大的体会 为什么现在在这个 大家都在考虑 七百零宁关岛的时候呢 我爱抛出这个话题 还是回溯一下 我开头刚讲的那一幕 因为在九月份的时候 要举行十二场赛呢 进世界杯的这个参赛呢 我觉得一旦 我们中国队失利 我不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呢 教练员 被责任下课 球员被责任 球迷一片的骂声 尽管这些是可能会发生的 国内的大佬们呢 担心是 足球如果是没有达到那个高度的情况下呢 会导致这个产业 让人失去信心 会导致各种不安啊 包括导致这个中超俱乐部的投资 更加减少啊 这些都有可能发生 都有可能发生 但我想说的是啊 每当有大赛来临的时候 我们国内的媒体 就会把球迷的视线 聚焦到成绩上去 成绩重要不重要 在成年队而言的话 也代表一个国家的荣誉呢 这个成绩是很重要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呢 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 你如果想成为一个 门门考试考90分的学生 你需要画的功夫 不是在考场上 而是在你平时的学习中 甚至可以说 在平时的学习 做练习 自我测试 自我评估中 每课以100分的要求 来要求自己 你才有可能 在考试中 获得门门90分以上的成绩 所以说 要向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 成年队出成绩 不在于 比赛中的表现 有点沉重 但是是 我觉得我做一个40多年 40多岁的 30多年求龄的 中年人 李姓 告诉我 应该在这个时候 发出这种声音 让大家不要再忙碰 这种意义 通通媒体的聚焦 每个人都想一想 你愿爱足球为了什么 我记得有一次记者采访孙几海 孙几海 炮给记者一个问题 你愿不愿意让你的孩子踢球 我现在可以回答孙几海 我让我的孩子踢球 而且 我也有能力让他在西班牙踢球 当然 孩子是否能成才呢 我作为家长 我心里面是希望他成才 我也尽一切可能 创造条件让他成才 但是我更知道 一个人成才不成才 关键还是在于他自己 包括我的孩子也是一样 学习好不好 努力不努力 在俱乐部表现 努力不努力 父母能给的是什么 天赋给一部分 后天条件提供一部分 那路还是个人走的 但是我相信 只有让 大量的孩子 接受到更好的足球教育 无论是在欧洲的教育 还是我们逐渐要完善 要改进国内的青少年的 足球培训教育 它是一个 说了几十年的话题 但是一直没有做好 所以我想 从现在开始 我想考虑做一个系列的节目 但是这个节目呢 就是深和浅 可能会伤害到一些人 可能会刺痛一些人 但是我觉得现在刺痛 对我们整个中国足球的发展 还是有利的 当然我也会很 很细致 很努力的去琢磨 尽量少刺痛一些人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希望 以今天的这个 题目为首尾 清讯的核心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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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本期视频先录到这 谢谢大家